HELLO 各位玩家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Joying 玩家們一直很期待的 絕命益次元重製版 最近開發者舉辦了線上直播 和大家分享了製作團隊 如何改良了絕命益次元的原版音效 要讓大家在遊玩重製版時 有更厲害的聲音沉浸體驗 並且透露了遊戲即將於 2023 年初 於次世代主機上推出喔 在開發者線上直播中 遊戲創意總監與音效總監 介紹了遊戲音效的重製想法 例如上主角艾薩克所使用的 武器聲音與過往版本的比較 還有Alive 系統將如何展現 主角的呼吸、心跳、對話等表現 也展示了研發中版本的初步展示影片 帶玩家感受一下重製版的氣氛 絕命益次元資深製作人表示 這次重製版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夠滿足粉絲的期望 目前依舊在努力開發中 並且希望遊戲能在 2023 年初上市 讓我們一起期待水電工艾薩克 在絕命一次元重製版中再次大獻升威吧 本週還有什麼新的遊戲情報 一起往下看囉 上市僅僅三週銷售量就突破 1200 萬套 超越了魂系列花好多年才達到的成績 今年最熱門幾乎大家都在玩的艾爾登法環 就在討論熱度絲毫不減 大家還在憑各種創意玩法的時候 官方突然釋出 1.03 版更新 要讓大家來感受感受英高的善意囉 這次更新的 1.03 版分別為修正異常 調整平衡以及追加新要素等三大方面 先來是說公告裡提到影響最大的部分 原本陶克用非常強勢的業餘火之劍 凍霜塌地 鐵壁盾防等戰績統統都被削弱 重的玩家賴以為生的好幫手 仿生淚滴的骨灰 也被調整了攻擊力和行動模式 看來 Speedrun 的玩家得要重新調整策略囉 真正的善意還是有的啦 像是初期商店追加了鍛造石 提升各種弧還有其他道具類的能力 原本像九星等等 CPG 附加的魔法 各自提高了傷害或是降低了 FP 的消耗 讓玩家能夠更積極的去使用道具和法術 會導致卡片以及無法傳送的 BUG 黃金樹大盾的 BUG 反擊劑 以及錯誤的裝備計算式等等問題 都趁這次的更新一定修復 最意外的是追加了不少 原本以為要等到 DLC 才會出現的要素 像是記錄 NPC 位置的新功能 補充了迪亞羅斯 念飛利路 肯尼斯海德 葛托克等四位 NPC 的後續劇情 還有新的 NPC 小胡 讓之前有跑了一半苦無下文的劇情 應該都可以在這次的更新中獲得解答 各位吞噬者們可不要再逃課囉 被疫情想開發進度延宕需久的 《鬥爭特空 2 》 終於有新進度了 Blizzard 宣布將在 4 月下旬 展開首波遊戲 PVP Beta 測試 這次開放的內容有 4 張新地圖 分別是多倫多 蒙地卡羅 紐約還有羅馬 全新的遊戲模式推進 雙方團隊要去跟著地圖中央的機器人 往敵人的基地推進 遊戲人數從過去的 6 對 6 變成了 5 對 5 並加入了標記 PIN 功能 未來指揮隊友終於更方便啦 並將開放新的攻擊型英雄索傑恩 過去的英雄包含毀滅拳王 歐瑞莎 壁壘機兵 亥隱也會進行重置 究竟會對戰況有多少變化呢 不過鬥爭特攻 2 明明是主打 PVE 的遊戲 第一次測試卻是 PVP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 遊戲故事有新的進展呢 另外 Blizzard 也公布了遊戲的硬體需求 CPU 最低只需要 Intel Core i3 或 AMD Phenon X3-8650 顯卡還有其他需求也不高 就是要在現在 FPS 市場上強作歌歷山頭的情況下 讓你用很舊的電腦也可以玩 盡可能的把玩家拉回來 總之對鬥爭特攻還有興趣的玩家們 趕快去官網報名這次的測試吧 《魔物獵人崛起》的超大型擴充內容破曉 在 Capcom 的特別節目中正式發表 確定將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推出 也進一步曝光了本次擴充內容的更多細節 這次我們接受了王國騎士菲歐利尼的邀請 要前往遙遠的異國埃爾卡多調查魔物的異變 而新舞台陳塞高地是同時擁有不同環境的戰場 會與新魔物們正面交鋒 同時也會有眾多新角色和新任務 這次公開了擁有厚重身去的新牙獸魔物鋼蠶獸 加上之前曝光的絕影龍和檳榔龍 這三隻被稱為王玉三猴 看來他們就是本次的封面魔物了吧 鋼蠶獸會像尾錘龍那樣拋殖巨石 在憤怒狀態下可以同時使用水火兩種屬性攻擊 檳榔龍則會身披寒冰甲 使出威力強大的連續爪擊 天狗獸的牙種飛天狗獸 以及老獵人們都很熟悉的電龍也一一現身 系統方面增加了新忍具 狗狗居然揹起了機關槍 還有新的 Master Rank 階級 原本就已經讓獵人變得超靈活的鐵蟲絲 在破曉中還要更進一步進化 是要不要給魔物活啊 原本要朝牆壁吉祥才能夠使出的壁面奔跑 現在也可以透過朝牆壁衝刺 空中落下或空中迴避來使出 讓獵人們能夠更加輕鬆自在的在原野上移動 還追加了像是電光獨龍鑽一樣的新鐵蟲絲招式 環境生物部分新增了變幻祥蟲紅 追加效果是增加操龍必殺技賦予的傷害 以及變幻祥蟲精 追加效果則是增加操龍攻擊造成的掉落物上 線樹木 而原本可以強制束縛魔物的傀儡蜘蛛 多出了新品種鬼魁蜘蛛 讓玩家可以把魔物拉向自身的方向來中牆 想必以後魔物的膝蓋又要變得更軟了 準備整場各種花式鋪倒 魔物獵人崛起破曉 預定6月30日推出 各種組合包還有特別外觀裝備的三款 amiibo也已經開放預購 還有三個月可以慢慢暖身 把合作任務的貼紙拿一拿 準備回去刷爆魔物囉 以著名的奇幻小說《哈利波特》為世界觀的開放世界遊戲 霍格華茲的傳承《Hogwarts Legacy》 在State of Play 公開了長達14分鐘的遊戲畫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款粉絲們期待已久的作品吧 遊戲中我們將扮演為轉學進入霍格華茲的心聲 學習作為巫師的知識、技巧 體驗多彩多姿的魔法校園生活 遊戲的還原程度相當的高 從分類帽的學員分配儀式到黑魔法防禦課、藥草學 還有許多密道以及隱藏房間 入住各自的宿舍等等完整重現原作的校園環境 一定能夠讓原作粉絲大呼過癮 戰鬥方面有像是耳熟能詳的咒語整整實話 去去武器走 玩家也能夠使用魔藥、藥草 甚至是奇特的魔法怪獸來協助戰鬥 我們可不是只有在霍格華茲內生活而已 校園附近好像是火米村、禁忌森林等廣大的可以探索的區域 這裡危機四伏 多學幾個教育起來是絕對不會虧的啦 遊戲也有豐富的RPG要素 不僅有天賦術 也有類似裝備改造的系統 霍格華茲的傳承將在2022年接近黨期推出 不管你是不是哈利波特的系列粉絲 準備好一起來體驗著全新自由的魔法世界吧 由赤竹遊戲開發的全新2D 橫向整軸動作遊戲9日 終於釋出了首支預告影片並展開募資了 由外星種族太陽人一手建立 並由九位太陽統治的新昆倫 隨著被遺忘的英雄翼的意外蘇醒 一場為貫徹自身正義而揭幕的道庞客復仇劇 即將華麗展開 融合了Cyberpunk、上古神話以及道教元素的本作 運用漫畫風格以及逐格動畫的特性 搭配東方風和電子月點綴 為玩家帶來手工質感的九日道庞客科幻世界 由數個大型區域構築而成 有著豐富的主支線還有NPC 讓玩家深入了解遊戲世界 系統強化了傳統2D橫向卷軸動作冒險的精髓 整合出以格檔還有反擊為主的架構 並保留了赤竹一貫的敘事手法和探索要素 雖然本作並非要打造出內魂系列那般的遊戲體驗 不過看看那些獨特而且難纏的敵人們 以及別出新台的關卡機關 想必還是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呢 九日現在開始展開長達50天的募資活動 首發是在PC平台 有興趣的玩家現在可以去募資網站關注支持起來喔 女神義文路4 是許多玩家接觸這系列的第一款遊戲 就算打完黃金版之後還是讓人意有未盡 但其實故事還沒有結束喔 由格鬥遊戲專家Arc System Works 制作的女神義文路4 無敵究極被喬摔可是正統續作 要讓玩家們用格鬥遊戲的玩法繼續前往新的故事篇章 最近在PC PS4 和 Switch 上架的移植版 收錄了37 名的參戰角色支援 4K 解析度 大幅提升了遊戲的畫面表現 遊戲採用機器版最新 version 2.50 的戰鬥系統 收錄了先前所有的 DLC 原本只有雜誌限定不容易取得的配色 還有豐富外觀組合等等通通包進來一次給你 讓你一口氣體驗 P4U 的精彩故事 遊戲模式方面有媲美原作劇情的 P4U 和阻力線等數條路線可以玩 逐漸鍛鍊角色的黃金競技場模式 以及逐步挑戰新任務的挑戰模式 還有功能完善的網路對戰機能 不擅長格鬥遊戲只想要看故事的玩家 那就開啟輕鬆的自動模式 可以放鬆心情慢慢享受精采的後傳故事啦 鬼抓人玩法已經是現在主流的遊戲模式之一 不外乎就是多打一或是爭取時間脫逃 還能夠變出什麼新花樣呢 由美國團隊 Voltet Sky Games 開發的 Midnight Ghost Hunt 是一款四對四卻又是非對稱對戰玩法的新作 遊戲中雙方玩家將分別扮演抓鬼獵人與惡靈 在博物館、本場、幽靈船以及鬧鬼洋房等場地中展開對決 獵人方有著多樣的裝備和武器可以運用 惡靈這邊則具備變身成各種物件 以及附身在物品上等多種不同的能力 本作的最大特色就是每次對戰會以午夜12點為分界 切分成上下半場 午夜之前 獵人方將藉著強大的火力追捕惡靈 而惡靈只能藉由躲藏或是射陷阱 來暫時拖延獵人的腳步 一旦過了5 月12 點 只要場上還有一隻惡靈存活下來 所有惡靈夥伴就會全數復活 並獲得強大的魔力 變成立鬼換他們發動攻勢 鬼抓人正式開始 要換成獵人們準備逃命啦 目前Midnight Ghost Hunt 正在展開Beta活動中 想要體驗一下新世代的鬼抓人嗎 就到Steam上加入吧 2022 東販大黑馬鍊上換裝娃娃 讓我們看到了製作小組眼中小宇宙爆發的用心 鬼滅之刃游國篇也展現了動畫技術力的高峰 兄妹感情還有鷹竹的戰鬥 讓人看得是又爽快又心痛 接下來四月春番還有推出什麼作品 讓我們心靈可以重新找到寄託的呢 電玩瘋精選了15 款即將推出的春番 一起來看看吧 近年來高人氣的戀愛喜劇 《輝夜機》要推出第三季囉 繼第二季可愛的新角色 《衣錦眼玉子》加入 以及展現會計時尚帥氣滿點的運動會結束之後 第三季要來到文化季篇章啦 難道會長跟四公的戀愛進度 終於要在這一季推進了嗎 官方也相當貼心的提前釋出飯話時尚有想要說 看到會長和時尚討論各種漫畫週刊的常見設定 還有各種讓人社會死的現場真的是非常有趣 等不及第三季開播的話 記得先看看這長達9分鐘的PV 過過癮喔 黑化的遁置勇者陳明露歷經兩次延播 第二季終於要在2022年春季上檔囉 第一季被污賴又備受歧視而黑化的上文 在遇到拉夫塔利亞以及菲洛之後 雖然還是不相信其他人 但為了要拯救世界 還是不得不與其他勇者聯手合作 不過其他勇者卻依然我心我素 絲毫沒有責任感 到底上文要怎麼樣在新舞台林歸島 解決這次的危機呢 第二季除了原本的製作公司KinemaCytolas 還加入了韓國的DR Movie 一同製作 看來可以期待會有精彩的戰鬥場面喔 有著交流障礙症的古劍同學 以極快的速度在4月推出第二季啦 不擅長與人交流的古劍同學 與擁有各種個性特立獨行的怪人同學們 實在是讓人好喜歡 在第一季中 我們已經見識到古劍同學各種可愛的表現 第二季要繼續來認識新朋友 除了友情之外 是否還會發展更多感情呢 喜歡古劍同學的你記得要追下去喔 轉身到異世界為了看上一本書作性努力的梅英回來囉 成為輕音巫女後 在小書吃的下課上 為了成為圖書管理員不擇手段的第三季中 梅英依然要為了製作書本而努力奮鬥 家族裡還新添了可愛的弟弟米加爾 但礙於階級制度 讓梅英的書吃之路困難重重 想找麻煩的貴族們還是不停的出現 到底新出現的奇爾維斯特 接近梅英有什麼目的 梅英又將會與他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就期待這部不大一樣的異世界生存之旅囉 每出一季就換一間公司的約會大作戰 Data Life 又換公司了 第四季是由製作狂三外傳的 Geek Toys 負責擔當 這次又將追加新的精靈本條二雅和新宮六餐 世道又將攻略新的女孩們來保護世界啦 熟悉的石漿以及狂三她們當然也會出場 你喜歡即將登場的香香新老婆 還是最愛就愛呢 由 Wee Studio 以及 Clover Works 共同製作 在日本和台灣人氣呼聲都很高的 Spy Family 間諜嘉嘉九 即將在四月開播囉 故事描述頂尖概念的間諜黃昏 為了要進行機密任務 必須得要先偽裝擁有一個完美的家庭來接近目標 陰錯陽差之下領養了會讀新書的女兒安妮雅 並於表面上是公務員 但實際上是女殺手的月兒假結婚 形成了一個雙方互相隱瞞 但其實女兒全部知情的奇妙狀況 是一部只要一不小心說溜嘴 就會引發國家危機的搞笑作品 動畫也請來了江口拓野 早見殺之等實力派神優單綱演出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漫畫改編作品喔 近年來相當有討論度的 Jump 選一作品《夏日時光》 故事描述在東京尚存的聖平 因為青梅竹馬朝過世 為了參加他的葬禮回到了故鄉的小島 卻在前往小島的渡輪上做了一場奇怪的夢 兒時玩伴在葬禮上又向他透露了一件不尋常的事 讓他開始懷疑朝的死因並不單純 並發現在當地流傳著相當詭異的影子病傳說 只要看到自己影子的人都會死掉 故事充滿了懸疑的氣氛 還加入了石荒迴圈和戰鬥的要素 到底看似純樸光明媚的小島隱藏著什麼秘密呢 《夏日時光》是一部設定完整 一看就停不下來的作品 絕對會是今年4月最讓你燒腦的一部動畫喔 改編自漫畫的《女忍者村》的心事 描述《女忍者村》沿進大家下山接近男性 但某天班上的兩位女忍者竟然偷溜出去看男生 老師發現之後立刻要身為班長的女主角春 卻把他們抓回來 殊不知這次的事件 卻讓春開始對男性充滿幻想 明明村裡教導男性都是很野蠻 跟笨蛋一樣很吵的生物 但為什麼還是忍不住一直想像 實際上男生會是怎麼樣的呢 除了各種錯誤幻想之外 春還很常被其他人給捉弄 細部越被禁止越是心癢癢 越想見一個的輕鬆無裡頭喜劇作品 動畫工房這季的放閃作品 《釋手同學》不只可愛而已 描述擁有不幸體質的和拳 有一位非常可愛討人喜歡的完美女友 釋手同學 但其實釋手同學除了可愛 還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 只要和拳遇到各種不幸事故時 就會展現出他帥氣的一面 讓和拳每次被解圍時 都被釋手同學給摔到有點害羞 雖然閃光彈像是不用錢的一直放 但兩人可是最近很流行的純愛模式 動畫工坊在製作這類型放閃的作品 可以說是非常老練 喜歡校園戀愛喜劇的大家 記得放入清單喔 如果三國時代的孔明 轉世到現代會發生什麼事呢 派對卡孔明的故事在講孔明死後 以年輕的樣貌轉身到現代日本的社骨 還遇到萬聖節遊行讓他以為自己來到了地獄 在誤打誤撞之下進入了夜店 遇到了夢想要成為歌手的英子 於是孔明下定決心 重拾自己軍事的身分 要幫助英子變成大明星 動畫已經全部提前製作完畢 品質相對的穩定 而且我們的英子居然是由九六貓來配唱 預告還翻唱了大家耳熟能想的日文歌曲 不知道在預告中 另外一位配唱顯示問號的歌手是誰呢 真的是令人期待啊 派對卡孔明是一部現在難得一見的轉身立志作品 一起來看看孔明如何在現代日本大顯身為吧 每一季都會有的校園日常喜劇系列 2022 春季新飯當中的校園喜劇 就是不會拿捏距離的阿波蓮同學 一開始會覺得他很文靜又很有距離感 但卻會突然跟你非常貼近來個親密互動 完全無法猜測他的行動標準到底是什麼 不過似乎阿波蓮同學也為此感到相當煩惱呢 這類型的作品都會有讓人意想不到的萌點 而阿波蓮同學更是其中萌到不行的佼佼者 非常適合大家下班下課放鬆心情的時候觀看喔 由集合美希所著 目前在週刊少年Magazine 雜誌連載的漫畫所改編 動畫《杜鵑婚約》描述因為父母抱錯嬰兒 在長大後才得知真相 為了保有雙方的孩子 於是便讓小孩互定終身 紙跟惠里香兩人吵鬧的同居生活就此展開 動畫中還有可愛的同學賴川 以及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妹妹小幸 既然沒有血緣關係的話 跟妹妹談戀愛也是OK的喔 到底男主角紙最後會選誰在一起呢 大家股票一起買起來吧 第十一屆GA文庫大獎得獎的輕小說作品 《楚行少女的生存之道》 也改編成動畫在本季推出啦 故事描述偶爾會有日本的迷途人轉身來到這個世界 這些迷途人都擁有奇妙的力量也引發過大災難 因此設立了楚行人 只要一發現迷途人就要立刻殺死他們 在這樣子的背景設定下 楚行人瑪瑪遇見了迷途人登里 但在動手之後發現登里馬上復活 讓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於是為了尋找將登里徹底殺死的方法 兩人就一起踏上了旅途 雖然這是一場注定要以死亡分別的旅程 但隨著日夜的相處 瑪瑪似乎也產生了點改變 預告畫面看起來非常厲害 絕對有成為這技黑馬的潛力呢 由插畫家福凱繪製 Rio 發想創作音樂的Black Rock Shooter 推出全新動畫囉 故事描述人類遇到了從月球來的機器人威脅 而女主角被告知自己的使命就是去守護人類 但在執行任務的途中 卻回憶起一些看似日常的記憶 到底世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自己又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動畫由《Psychopath 心靈判官》的編劇 《真劍聲》負責系列構成 又立了這麼多旗子 就算出現了胃痛或是反轉的劇情也不意外 這次畫面使用了3D 方式呈現 相信戰鬥場面應該也會很厲害喔 日本知名音樂團體 HoneyWorks 再次推出全新動畫 身為女主角 被討厭的女主角和秘密的工作 劇情描寫從鄉下來到東京 明明想要繼續生根田徑的女高中生涼海日和 卻在因緣際會下成為了高中偶像團體Leap Leap 的經紀人 原本關係不大好的三個人 因為日和有了喜歡的人而開始有了改變 為了讓日和和喜歡的人在一起 愛藏和勇次郎開始幫助她 將灰姑娘送到王子殿下身邊的女主角培育計畫正式展開 連超人氣的偶像 Mona 和其他角色也會登場 相信喜歡 HoneyWork 宇宙的粉絲們應該都不會錯過的吧 以上就是電玩瘋整理的十五款 在2022 春季新版所推出的作品 有沒有哪幾部是你必追的呢 歡迎在留言處跟大家分享傳教推廣